退伏會主委李翔咒 日前訪問泰國時表示 將持續推動泰國山地計畫 另外他也代表蔡英文總統 頒發了褒揚令 給日前辭事的前福壽山農場場長 宋慶雲 表彰他促進 臺泰關係的貢獻 泰國與中華民國國旗 飄洋在泰國留華同學會 農光會 以及泰華音樂館 退伏會主委李翔咒 與同仁們抵達現場 簽兵後在相關人員帶領下 參觀內部設施與陳列物 並向當年參與對日抗戰 殉職國軍官兵獻花之意 並與呂泰臺商門交換推動 新南向政策的意見 李翔咒此行 除了前往青麥安康農場 瞭解山地計畫執行成果外 也與泰方人員交換意見 檢視未來合作計畫 同時也前往山地計畫 相關據點視察 希望透過這項 已經執行數十年的計畫 能夠促進臺泰關係 為兩國帶來實質利益 除了像顧宋敬遠老先生 質疑之外 我們也跟對方做更深的交流合作 希望我們雙方未來 能夠有更好的合作關係 去促進兩國的更好的邦交 李翔咒主委在與泰國榮光聯議會成員眷屬 進行五院時表示 退府會會一直與全球榮光會弟兄在一起 為國家努力奮鬥 李翔咒這次訪問泰國 還代表蔡英文總統頒發包養令 給過世的前福壽山農場場長宋慶雲 表彰他促進臺泰農業交流上的卓越貢獻 臺灣紅電視採訪報導